ăng私大鏈R 再來是這個明年的付出行情這個 我有 е 跟賞戶有什麼建議 這個是我們Youtube上面的留言 對 是不是你自己上去留言 不是 這個我比較帥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這個昨天的留言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YouTube留言 对你看法人的思维 这个不小心看到别人的 这一个写得蛮详细的 老板想请问 像这种明年复苏的行情 已经尽在咫尺了 有没有什么建议是散户必须注意的 所以他也认同明年是复苏行情了 必须要严格遵守不能打破的铁的纪律吗 避免在过多的资讯渲染下 而被贪婪所迷惑 贪婪 同学我先跟你讲一句话 你今天进股市 你就是贪 你一定有想要赚钱的欲望 所以贪恋要有多大 要取决于你的本事 像你老板是很贪心的 我常常买股票 但为什么我带会员很多30%或50% 我帮你获利了结 因为我知道我们过程的时间不一样 你们只有一天跟着我 你们一定会超越我 但是在这个过程我要帮你们安大好 对不对 30%了你先学会30%获利要走 再来学会50%获利要走 以后你就可以报到翻倍股 对 不然店长你这次重点事情有没有做到 有 我30%就很想出了 30% 就30%就很想出了对不对 有忍住 亚历有忍住了 有 就是得要把你强迫忍住 最后没有出在50% 有超过50% 而且同学你亚历你今天出 又比我们出的还要漂亮对不对 你今天开盘之后出还有更高的高点对 所以你们看你们都还比我还厉害 我没有很厉害我50%就想要叫你们出了对50%对 那我帮你其他事情我30%就出了 好所以哦 同学你要重点是注意哦 本来就是会贪 但是贪心要跟随你的技能 好那他问我说接下来这么震荡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我一句一段话奉献给你们 你一定要找下档风险大概可以控制在15%以内 我最近的coaching帮会员找的就是你买进去的那个点 离最近的底部离行情最坏的底部的时候大概都在15%以内 所以你怎么赔我就算设停损去守住那个低点 我这一档最多就是赔10到15%最多哦 但是我在看他的涨幅的时候我认为都是20到30% 所以你不要去买那种已经涨了780%100%的股票 停损设50%然后只想要再赚20%这是错的哦 所以在震荡行情之下我们是没有在停损的 你们是没有在停损的 没有在停损 就是很奇怪哦 好啊 插口网 所以你要小心哦 这是下档的风险你要控制住哦